屏東 屏東 然後他現在穿的衣服就是我們有穿過 上衣 但是如果我們要穿整套的話 太髮衣了 而且這有點難走上 我們都想到 我這邊好有暴露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好 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其實 當我們在拼尺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人很奇怪 我就很喜歡下雨天 我非常喜歡下雨天跟 又濕又冷的天氣 但是我應該很多人不太喜歡 但是我非常喜歡又濕又冷的天氣 然後有一天我在做這個歌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可以寫一個下雨天的故事 然後記得我小時候 因為我對聲音其實 因為我很喜歡聲音這件事情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 然後以前我小時候我家裡是做鐵皮路 只要下大雨的時候 然後雨水就打在那個鐵皮的時候 就很吵很吵 當然聽起來是很吵的 但是我就是很喜歡那個很吵的聲音 不是說很吵的就是 我很喜歡很自然的聲音 就是很自然產生的聲音 所以我小時候睡到鐵皮路的時候 下雨天我非常喜歡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寫一個像這樣的歌詞 然後這個曲子其實很早就有 然後這個曲子其實很早就有 嗯 所以其實這個是在講說 我們下雨天的時候 很容易讓我們對一個人產生思念 所以其實這個下雨天是有一個 主要講說的故事是思念家鄉的故事 如果有 你的像 歌詞裡面的對象是 在家裡的長輩 然後這個 這個曲應該我在 應該是在 我十幾年前就已經寫好了 但是就是一直找不到適合的人 我們唱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不要怕他 他聊一聊 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 覺得很適合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來唱一下這首歌 好 這首歌叫 我們會在下雨天 他將會有個人接著 tunesißt 很適合 我這首歌叫 我心會說 我們會 Mit但愛 他爸在前再打 我們會想讓你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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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